好 剛剛有話兄有提到 我們在地球NASA試圖要放Beatles的音樂 給外星什麼東西聽啦 最好他們是聽得懂我們這什麼音樂啦 立剛要是人家跟你唱一句回來 你是不是嚇得都要倒退了 但是呢我們這樣子 就是一味的這樣子 去跟人家放送這些所謂的Message 到底有沒有任何的危險性在裡面 危險性的話當然是一定有啊 因為你把一些不知名的東西給引進來嘛 但是呢這些東西它現在的科技 跟我們來說它如果沒我們強的話 它當然不會飛到太陽系啦 剛剛有話兄已經講了 我們根本不是人家對手 不是對手那就很難講啦 你把它叫一叫它叫進來 然後可是很重要一點就是 我們地球上有沒有它所需要的資源 它如果要水 那它如果要空氣 那它可能就會跑來了 就像現在人類開始往外太空跑啊 往外太空像那個科學家霍金 他就提到說啊 這人類在未來的時候 這個兩三百年之後 這個地球部分的生存條件來說 會越來越差嘛 那就是像我們這個中天新聞 有提到的這個全球暖化嘛 正負二度C一樣嘛 溫度到如果正負六度C的時候呢 那倩林到時候我們出去的時候 你就發現到那溫度都已經 台北市平常都38度啦 再六度C一上去 你看都四十幾度 人都快活不下去 所以現在呢 科學家就一直在探索 他在探索說 有沒有辦法再往外太空發展 當然以太陽系來說的話 目前呢就是往幾個大行星在看 像木星 木星它本身旁邊的小衛星 也有探索到一些有水分啊 在那邊 但是呢人類的科技的發展的腳步跟速度來說 還沒有辦法說遠離這個太陽系 現在我剛剛跟有華還在聊到 那個只有航海加二號一艘太空船 就只有一艘 一艘它離開了太陽系 已經進到了太陽系以外 所以呢這艘船出去 可是問題是 它光那個訊號要傳回來啊 它用無線電波傳回訊號 那個訊號都一傳 經過了整個太陽系的 這個以外再進來的天數 都是要好幾十天 它離我們越遠 它甚至是到了好幾百天 那個東西訊號才能夠傳得回來 那相對的你看 從我們人類的發展腳步來說 你現在放一艘太空船上去 可能倩林你坐的太空船 跑到上面去之後 你發現到你已經到了七八十歲的時候 你可能船還沒有離開太陽系 對啊 那所以科學家目前NASA 他有個計畫 是準備要一批人要去 木星去探險的 長期的計畫 但是呢 這一批上去的人 他還包含了要組成家庭成員 未來他上去的時候 包含了上面的食物工業水啊 這些東西 還有包含了怎麼食物的生長 能夠自給自足 之後呢 他能夠甚至就能夠到 比較遠的行星系 那因為我們的船的速度 根本不夠快 以現在地球的這種 引力的力量在有月球的力量 把它拋出去的話 那個行駛的速度來說 雖然已經是音速三四十倍 但是對光速來說 我們那速度還太慢 所以呢 目前NASA的計畫是 長期計畫 他就準備要打算 把那個人類可能就是 也許兩夫妻 也許好幾對夫妻 上了那個船走 做一個長的計畫 先是火星 再來再往火星以外的 木星土星方向來做一個探索 這是比較長的一個計畫 所以有話說 我們現在一直要往外太空的 這個新發展 是因為我們地球 真的快不行了 應該這樣子講 好 這個NASA他長期以來 都有登陸火星的計畫 他這個火星的計畫 大概是600天到1000天 但是真正在火星上面 所有的時間 就是觀光遊覽 就是好比說 我們去北極 去南極就是30天 換句話說 你要600天到1000天 把整個的火星通通 就是把火星計畫涵蓋在裡面 但是600天到1000天 只有30天可以登陸火星 各位可以看看 這是2003年7月7日 這個NASA將於2004年1月25日 要成功登陸火星 這個是他的火星的計畫 那火星的計畫 他們大概有參與人數 就跟立剛剛剛講的 就是差不多也是100多個 就是要有夫妻 各位曉得嗎 當你在太空有600到1000天的時間 你離開了地球 你要登上火星的話 600到1000天 夫妻生活在一起 這個裡面就是有兩個 我們沒有辦法克服的 一個所謂1000天不着陸的太空旅行 人類的精神能不能受得掉 這是一個 然後第二個 到了火星以後 你要怎麼生活呢 各位看一看 像這個是月球阿波羅12號的照片 如果是人類都是這樣子 在火星上的話 你要玩個 這樣對很辛苦耶 你要玩個30天的話 人類的精神體能 然後最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對火星了解也太少 你在一個陌生的環境當中 30天能不能夠適應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現在NASA就是說 霍金獎的200年以內 如果地球消滅的話 那對不起我們200年後 就要到火星上面 所以他未雨仇佛 現在先用登陸火星的計畫 但是從火星上面 是不是和人類居住 坦白來說不適合 結果他們反推回來 反而認為是哪一個地方 最受人類的喜歡 月球大概未來可以 住到1000到1800人 因為月球的南北兩極 的的確確就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他下面有一個固態兵 只要能取出這個固態兵的話 人類可能有一天會上月球 哇所以江博士 如果我們要上月球 或是我們要上火星 但是外星人如果真的跑到地球來 所謂的那種 我們電影裡面看到 我真的不知道會不會是真的 大局入侵這一類的 我們能夠抵擋我們自己嗎 不會怎麼樣 給各位看大吉日清 這是1996年 哥倫比亞太空場拍到的地球旁邊 你看這麼多亮點 一樣的NASA也是把這些照片 最後就把它拿掉 剛才講的 太陽的周圈也出現大量的飛鐵 這個地球的周圈 那一年也沒怎麼樣 大吉日清 在地球的許多地方 我們剛才立剛才講過 我們都發現許多礦產曾經被開鑿過 比如非洲的加坡共和國的右礦 就發現它被用過的痕跡 而且用了二十幾萬年 那有許多中東地區的礦產也被用過 證明他們以前就來過 是要我們的礦產跟資源而已 跟我們到外星球去找那些資源 沒有什麼兩樣 所以它科技沒有人高 它要毀滅我們的話早就毀滅了 可是人類兩個文明差那麼遠 你不會無聊到人類科技這麼高明 你不會無聊到繞地球間 看到螞蟻就整個把它殺光 我覺得欺人太甚 對不對 科技差那麼遠 又不是勢均立體 就是不公正的選舉 對不對 不公正的比武 那就沒有意義 所以應該是不會 不過社長現在開發 這個所謂的外 人家要來搶資源 我們也要去搶人家資源 我們要去外太公來搶人家資源 開採什麼的這些的能源 變成好萊塢最流行的投資事業了 是我們真的已經看準了 那邊有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有把握去投資是有回收的 還是那些人有錢有錢想太多 這從兩方面講 一個是所謂外太空外星球 它可能有地球上少有的 那種所謂稀有金屬 我們也很需要破限需要的 比如說鈦 比如說鈴這一類的 夜球上鈦很多 地球上鈦很少 比如說這一類的 那大家開發這種金屬 如果誰先擁有這個星球的礦物 你先探測成功 然後你要登陸去把這些礦物 所有錢屬於你的話 那這個投資報酬率太高太高了 那另外一個層面就是說 你如果可以到所謂外星球去 萬一真的外星球有所謂的生命 或者甚至有高科技的東西 你最先接觸的人 是不是像羅斯威爾事件以後 你可以得到所謂的記憶金屬 可以簽訂跟外星人簽訂什麼 所謂的魔鬼秘的啊 那你把高技術給我 我供應你什麼 可以交換互相的一些 個別的優勢嘛 可以交流是不是 對 那我特別先補充一下 就剛才在講說 我們人類有沒有辦法抵擋外星人 因為我們跟外星人如果有接觸的話 那個外太空的所謂高科技 是我們很需要的 當年講羅斯威爾事件以後的魔鬼秘約 就是美國取得外太空 外星人的所謂傳授的一些科技 所謂美國可以強大到現在這樣子 那我們剛才講說有沒有辦法抵擋 我這邊特別給各位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什麼 1945年2月25號洛杉磯時報 登的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有一個標題叫 洛杉磯之戰 當時是美國在洛杉磯上空晚上 有發現不明的那個艦隊靠近 他們飛行器靠近 他們當時以為是日本的飛行器 所以你看到很多那個探照燈 碳照燈往上打 然後高射砲密密麻麻打了幾萬花的高射砲 太可惜了 我竟然錯過了 對 你可以把這個 碳照器集中照的那個光影 它把它放大 那個形狀像帽子一樣的 所謂的我們平常所謂的優惚的形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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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當時打了一個晚上 沒有傷到那麼一架飛行器 你碳照燈可以照射到的 表示它不是非常高空 那你照的到你就是沒有辦法把它打到 那後來第二天檢視 到第二天早上在陸地上找尋了 全部都是炮彈的碎片 沒有一個其他的碎片可以找尋得到 所以後來他們看到這整個艦隊 向西飛行的那種速度 不是人類科技 當時人類科技飛行的速度可以達到的 所以既然外星有這麼多好的科技 有這麼高明的科技 所以人類很想取得嘛 那現在有一個比較 比較好玩的講法是 我們知道那個張宏斯科麥隆 科麥隆他最近不是到馬里亞那海溝去探險嗎 那我們知道科麥隆他其實在NASA 有掛顧問的一個名義 那等於說NASA他希望科麥隆 幫他們做一種所謂的宣傳的包裝 NASA找科麥隆來包裝 最好是這樣 他們當時的火星任務跟科麥隆 是有簽訂這樣的一個情況 希望科麥隆可以幫助他們這樣一個行銷宣傳 台詞先的電影天文地理是有任務在身的 對 科麥隆也希望可以到火星去所謂了解一些現象 就像他這次到馬里亞那海溝 他馬里亞那海溝下去的那艘潛艇 他怎麼可能有辦法打造 那當然是NASA提供的嘛 在那麼深海溝要承受那麼多的壓力 他自己怎麼可能那麼厲害 對 所以科麥隆他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Google的執行長史密特 他們就幾個人 包括以前的幾個大咖 美國的幾個富豪 他們其實跟所謂NASA取得合作 合作包括火星計畫 包括其他的小行星的探索 那他們希望說 NASA可以說好我支持你 那你把我們的計畫宣傳的 讓可以人民接受 我們可以向國會爭取更多的預算 那科麥隆可以得到什麼好處 我去那邊對我以後拍電影什麼 有其他好處嘛 他可以做很好的一個現象 他以前也拍過那個納美人 從水裡到天上什麼都來的 他現在去瑪麗亞那海溝 他說他什麼都沒看見 他到時候如果有一部電影 以瑪麗亞那海溝為背景 他到時候就告訴你 其實有發現什麼 誰知道 所以他們其實是有互相的一種 簽約合作的關係 不過有華兄如果照合剛剛社長講的 那張照片什麼眼睛看得到 什麼槍炮打不到 自己會跑的 還有金鐘罩打不進去的 還有什麼資源大戰好跟人家搶啊 我們太遜人家來了 我們就讓吧 這有什麼好打仗的 其實像資源大戰的話 就是說地球形成45億年當中 他這個裡面大概我們估計是 平均25萬年會毀滅一次了 平均25萬年 我們現在還有多少 但是從人類 不 平均2500萬年 抱歉 我說錯 2500萬年要毀滅一次 但是我們講 從阿凡達這部電影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人類只有一個生存的優勢 我們是要靠細菌去打贏外星人 就是說人類他可以 因為你在大氣層範圍以內 你有很多的微生物 是微生物統治了世界 如果一個外星人就如同當年 哥倫比亞他發現了新大陸以後 所謂引進了西班牙人 去進攻太陽帝國 那太陽帝國瞬間文明滅亡 是因為他們把天花 梅毒等等 還有通通傳到了南美洲 所以我們未來在資源爭奪的時候 人類如何運用這些微生物 去擊敗外星人 就是說巨人跟個子小的 就是童話故事裡面講 哈米人跟大美人 高的那美人 小的哈米人 通通都可以攻進去 通通都可以攻進去 所以我們人類如果真要再跟外星人接觸 或者要跟外星人進行資源爭奪戰的話 靠的不是武器 而是靠的是微生物 不過微生物的話 那也要外星人真的是血肉之區 如果都是那些機器人 槍彈 傳普控的那有什麼用呢 事實上太多的謎解不開 一把火可以燒40年 在哪裡馬上回來